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我们除了查一个空腹血糖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餐后血糖的一个筛查 餐后血糖和空腹血糖是同样重要的 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 比如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高于7 餐后血糖高于11.1 我们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 所以就是说对于病人来讲 我们空腹血糖筛查和餐后血糖筛查 都要同时的进行 不能想当然的就说 我空腹血糖不高 我一定没有糖尿病 或者我空腹血糖高 我的餐后血糖也一定高吗 这也是不一定的 有的人仅仅表现为空腹血糖高 有的人表现为餐后血糖高为主 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空腹和餐后血糖都高 所以我们不要片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一定要进行空腹餐后血糖的同时筛查 以免进行漏诊